尊敬的李校长 诸位校长 诸位教育界的同道 大家早上吉祥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这么多 志同道合的 教育界的先辈们 大家一起来交流教育 我们常听俗话说的 教育是百年大忌 对于一个家庭 它是最重要的 志要没落交子 包含整个社会国家 它也是最重要的 江山带有闲人出外 不孝有山 吾厚伟大 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个题目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其实孩子的生命当中 对他影响最大的缘分 首先是父母 所以家庭教育是根本 很多家庭教育是根本 他不一定能认知到这一点 他假如认知不到 他会不会重视 不一定会重视 那他就很难配合老师 教学了 那要提升家长对教育的认识 那要靠谁呢 靠懂教育的人 所以像李校长他们半夜学 刚好李校长他们 很多校长职工会校长 包含华教的老师 甚至都有家长 一起去参加传统文化课程 因为我们当时候在卢江 有晚上的教学 叫生灵课堂 就是在树下教学 那很多绿色课堂 绿色课堂 那很多家庭 祖孙三代 一起来听课 当然教学方式很多 常常会唱歌 唱一些好的歌曲 因为校经有说 一风一俗 莫善于月 那个音乐 昨天我跟小朋友交流 比方说我跟他们谈到 红衣大师 我念了几句歌曲 歌词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结果我就用唱的 马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会唱吗 大家感觉到这个音乐 还是很不一样吧 你看古人这些智慧 我们王大夫 他是中医大夫 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 他是古琴老师 大家假如有掌声的话 那他就不得不谈 汲取 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古琴真的对人心 这种陶冶的力量还是很大 我曾经跟几个老同仁 我们一起喝茶 我也算福建人 福建泉桌静江 这个时候我得跟我们 沈牧于老先生攀点关系 我跟沈老师同乡 大家一起喝大红袍 福建是武夷山 岩石很多 所以产的茶是岩茶 是温性的 不良 结果大家喝着茶 当时候请我们王大夫 弹一首曲子 这个曲子 名称没有给我们讲 可是弹完之后 有一个同仁就说 我刚刚听曲子的过程 我看到孔老夫子 非常宏大 好像充满了整个虚空 我看到孔老夫子 陷在我的面前 结果我们才知道 王老师弹的曲子 叫《幽兰》 专门 就是在赞美孔子的歌曲 你看那个古琴曲 有能量 有磁场 敏锐的人 感觉到了 我就想到一个公案 孔子当时候跟诗香子 学情 结果弹到一首曲子 孔子很好学 他说我要自己来感受一下 这个曲子的作成 他一直弹这个曲子 最后一段时间后 他说我制造是谁做的 是文王 果然那首曲子叫文王超 所以古琴 以前读书人 每天都弹琴 修养自己 所以我们 可能可以做一个调整 把看手机的时间 调整成弹古琴 那我们整个身心的状态 应该会很不一样 那当时候 有晚上的绿色课堂 结果我们李校长 他们去完之后 他们觉得这个方式很好 他们回来就办夜学 晚上给家长 给小朋友上传统文化的课程 那家长来了 我们就可以跟他引导 怎么教育小孩 而且家庭教育的重要 我们让他体会到 这样教育就形成合力 父母跟老师配合了 再来他假如三代人一起来 那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会配合了 假如没有认知正确的教育理念 那不只不能配合了 可能还互相撤走 甚至反方向 那孩子在中间难不难过 我到底是要听我爸爸的 还是听我妈妈的 其实只要父母家人不合 这个对孩子内心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现在当父母 有时候太初心了 都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其实都会造成对孩子的影响 你一句否定的话 可能他一直提不起信心来 我们生活的步调太快了 生活步调快 人的心不容易安定下来 其实心不容易安定 我们看不看得清楚自己 我们能不容易感受到 我们亲人的状态 这个是整个都市化之后 人要思考的问题 曾经听一个故事 在山里面 很多侨夫以砍柴为生 有一个侨夫 他就在一棵树下停下来休息 那他砍柴完一般都背到市集去卖 他在树下休息 结果另一个侨夫朋友 过来了 老朋友啊 赶紧走啦 时间不早啦 不然赶不上啦 就很好意的 对他说啦 结果呢 这个坐在树下休息的人啊 就对对方说了 我等一下 等我的灵魂跟上啦 我再走 诸位同道啊 我们的灵魂跟上了没有 现在我们在饭店里上课啊 灵魂跟我们的身体融成一体了没有 假如昨天的事我们还在纠结啊 那个灵魂还没有完全回来了 其实啊 人生追求幸福啊 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啊 心要能安啊 一个心不安的人 他再有钱他会快乐吗 他会真的幸福吗 一个有地位的人心不安 他也很难 喜悦 所以幸不幸福啊 外在拥有的东西啊 是次要的啊 主要的是这颗心啊 所以有一句话讲 幸福不是拥有的多啊 而是计较的少啊 这些话都给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提醒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啊 有钱人得忧郁症多啊 还是没钱的人啊 这个值得去了解了解了解啊 没钱的人啊 考虑的是一餐饭吃不吃得饱啊 有钱人呢 他要担心啊 我的子孙会不会打我的主意啊 我的子孙会不会打我的主意啊 我这个钱是要放在 汇丰呢 汇丰呢 还是放在 汇丰呢 还是放在 汇丰呢 好像有一家银行是一个狮子 还是要买股票呢 哇 你看那个股票一买啊 他的心跟着什么 七上八下了 科学家在提醒我们啊 科学家说 现在的人啊 一两岁的时候平均一天 效一百八十次 成年以后啊 平均一天效七次 科学家这个是数字哦 在提醒人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大概现在的人 比以前的人忙碌多啦 可是假如得到的结果 是越来越不幸福了 那到底他 他在追求什么 我们也听过有人说啊 我打算啊 四十五岁我就退休 我现在拼命赚钱 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环游世界了 实在讲啊 我们连眼前这一刻都保证不了啊 我们真的能保证未来吗 而且啊 什么事情啊 没有离开两个字 叫因果 假如我现在的心都不快乐 我能保证二十年之后我快乐吗 这个不容易啊 欲知将来结果啊 只问现在功夫 其实人真的明白 所有的事情啊 的真相 就是因缘果 其实这个我们学科学都学过了 可是自然老师啊 要把红豆 种在土里 可以生长成红豆 再结果 红豆这颗种子是因 土壤 阳 阳光 空气 是次要的因 叫做缘 有因有缘 它成长了 最后又结出 红豆出来了 重点是这个科学 这是自然科学啊 跟人文科学一不一样 相通的 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了 你看这个同学啊 现在行为不好 那同学假如都只停在 这个同学的言语跟行为啊 那很可能就跟这个同学 对立起来 冲突起来 你看他乱骂人 他行为不对 但是我们引导孩子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以前遇到一个学生 很会打人 全校都怕他 老师也嫌弃他 我是去这个学校带课 一观察 这个孩子的妈妈 抛弃他了 父亲不管他 他常常都跟庙里面的 不良少年在一起 那他现在这个结果 是必然的 所以我的师父啊 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 我深思了很久啊 他说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为什么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别人现在的行为错啊 他一定有原因的 他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恶人啊 那个对的 意思是正常的 其来有志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因为当我觉得 我对的时候啊 我可能会觉得自己高啊 别人低了 我对啊 别人错了 这样我的心 可能就不是在真心的状态啦 可能就有傲慢啦 有高下 有瞧不起人的 心态会产生啦 所以这一句话 言以律己啊 我的心要用对才对 宽以在人 怪不得他会这样啊 这古人 楚世啊 好多的教诲啊 都离不开孔子 他贯穿的 道 他的道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矣 夫子教诲 学生 这么长的时间啊 用两个字贯穿 所有的教委 都在呼应 忠述之道 其实也在教我们 用真心 我们用了真心 这个事就往好的方向走了 不管这个事 多严重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 决定的 比方说这个孩子 到我们搬上来了 他可能失教了三年 可能失教了五年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了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人世 都会有一个感触 叫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哇 还剩十分钟啊 这一节课只有一个小时是吧 老师 到时一点三十分 还有时间啦 没事 没事 我还以为 我早上才在说 我怎么觉得年纪 长了之后啊 时间越过越快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感觉小学的时候啊 时间很慢 因为每天在等领红包 很慢 哎呀 过了中年之后啊 不是 不是 现在中年 过了中秋以后 什么是过中秋呢 这个我老后上有说啊 二十岁以前叫春天 二十岁到四十岁啊 叫夏天 刚刚我们在楼梯 坐电梯的时候啊 进来两位很年轻的老师 我们看得很欢喜啊 这么年轻 很好学来学习 四十到六十啊 是秋天啊 因为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所以过了中秋了 警觉性要高了 六十到八十啊 叫冬天啊 哇 你看 我们几位校长呢 到了冬天啊 你看他们的热情跟夏天一样啊 我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我每一次看李校长讲话 我都觉得很汉颜 哇 你看他丹田有利啊 他给我们展现一个人生的古话 叫人生七十才开始啊 这个诗词里面说的 末到桑于晚 围霞上满天啊 那桑于其实就是指黄昏啊 虽然人到了黄昏啊 但是那个黄昏可以照亮整个天空啊 那 我们这个老和尚啊 也是勉励我们这些学生啊 人生短短几十年啊 总不能白来这个世间一次啊 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就想到文天想的一句话 人生至古谁无始 留取担心照汉清 首先要对得起自己啊 回首看看人生 哪一段时期哪一年 觉得无怨无悔 对得起自己啊 对得起自己是自爱啊 我们自爱才能爱人啊 假如我们身心都不安稳 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 我们身心安啊 我们才能安家人 安学生啊 失者传道授业解惑 我们心里面疑惑没了 安心了 我们才能去安 学生的心 理得 心能够安 我们不是啊 书读得多就能安心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早上 报纸一打开 当时我才十多岁啊 看到那个标题好大 高学历 高离婚率 高学历 高失业率 高失业率 诶 书读了不少哦 但是 读的是不是真理 真理能让人安心 知识 不一定能让人安心 不一定能让人安心 所以我们要先安定我们自己 所以古人 指导我们经营人生呢 来大学 这一部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 至善 成德之急啊 也是 二十五岁 那个时候啊 遇到老和尚 才知道老祖宗的经典 是宝啊 以前看到中文就害怕 不知道是宝啊 现在越读越体会 为什么说 自主自家格言说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啊 他不读经典 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 价值是什么 他不知道是非善恶 怎么判断 不知道人生的价值 那他每一天 往哪一个方向走 他可能往 不幸福的方向再走 就像我自己回想 十几年 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的快乐是什么 去happy happy 去卡拉OK唱歌 越唱越郁闷 给我一杯忘情水 喝下去有用吗 你要懂得水源 不要搬圆 不要强求 你才能解脱出来啊 不然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举杯浇愁 愁更愁啊 走入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觉得快乐从外面可以来 那个叫刺激 那个刺激呢 只是让痛苦 暂时不去想 而不是那个痛苦解决了 这个值得我们思考清楚 哇 你看那些去唱卡拉OK啦 或者去吃饭 吃到半夜 你说 他热了吗 问题解决了吗 可是他过这样的日子啊 有新的问题会产生了 他的身体会受损 身体应不影响心理 影响啊 而且啊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 家庭工作的问题 假如我们不知道 怎么处理为好 你逃避他 你把他放一放 他会变好吗 不会 就跟治病一样 你越晚处理 越难治 就像一个青少年的问题 你摆越久 他的问题越不好处理 狗不叫 狗不叫 性乃牵 所以医生 治人身体的病 其实啊 医生啊 不只要治人家身体的病 因为影响身体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心理 是情绪 所以真正好的医生啊 他还会去关注这一点的啦 那医生治人身体的病啊 老师啊 治人心理的病啊 大家可能说 不是把心理病找心理医生啊 告诉大家 一个人去找心理医生的时候 几岁啦 二十多 三十多 其实他假如小的时候 遇到一个 有正确思想观念的老师啊 可能他后面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啦 人生都在欲缘不同啊 所以不管是身体跟心理的问题 要越早处理越好 去外在找 这种刺激的乐啊 很可能只会让 处理这些身心问题 越拖越久而已 那我们共同所面对的 我听了一个说法 应该还是有根据的 十九世纪啊 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呢 最大的威胁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啊 是忧郁症 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记得我差不多一两年前 得到这个消息 跟大众交流 之后啊 我身边出现很多忧郁症的人 我很惊讶 他是现在进行事哦 不是未来哦 就像刚刚跟大家沟通到 可能当家长的人 他并不了解 他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他不了解 这个要透过他有缘分 就像我们李校长 他们去了炉江之后 回来办夜学 一半啊 十六年过去 你做一个好事 做一个月两个月容易 做十几年 这个很不简单 这真的是要 像论语说的 事不可以不弘意 认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始而后矣 不亦远乎 这是真子 真子是传孔子 道统的学生 所以我们学中华文明 尤其学鲁家的教诲 都要研究真子 在座有没有真子的后代 有 好 您是真子的后代 要把道统沉住下来 因为你们身上 有真子的DNA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你们祖先的DNA 我见过孔子的后代 那个额头确实都很高 跟孔子的DNA很相应的 真子在论语当中 孔子说生也卤 就是说他反应不是很快 比较卤顿 可是居然能沉传道统 所以真子值不值得研究 很值得研究 其中有一点 他很有责任感 他才讲的这句话 是是读书人 不可以不宏意 宏 宏大 广大 代表什么 心量很大 为社会着想 为后代着想 校长他们办这个夜学 那么多大众 成千上万大众来听课了 他们有这个心量 去做这个事情 不然现在社会风气 住在大楼里面 隔壁 有时候还不打招呼了 不知道他姓什么了 给他打招呼 他还不一定回 他变成个人至少门前学 当然我们面对这个情况 我们还是要坚信 人之初 信本善 他可能成长过程 他已经习惯冷漠 那是后天的影响 可是我们还是每次都很真诚 跟他打招呼 总有一天 他的善心会被我们唤醒 这个我有做过实验的 我记得 我第一年教书 是在客家村 所以我先学了一句话叫 I thames 就是我听不懂的意思 不然那个家长给我讲半天 所以我得学一句我听不懂 结果有一个妈妈 载着她儿子 骑着摩托车 来上学 我们站在校门口 迎接小孩 注意小孩的安全 这个妈妈面无表情 结果我往后边一看 他那个儿子也面无表情 真的是 那一家公司出来的 还有盖章 政治标记的 后来 因为每一天 我站在那里 我就跟他笑 你好你好 过了好几天 他终于开始 也跟我问好了 到最后 他跟他儿子说 你们这个老师 好像要选立法委员 这个孩子本来不会笑 其实这个孩子很可爱的 长得胖嘟嘟的 结果我教他自然科学 跟他打招呼 肯定他 结果这个孩子 第一次考自然科 考了96分 他其他成绩都不好 考了96分 我在同学面前 好好赞叹了他一番 结果我在那里教一年 他自然科都没有下到90分以下 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潜能 很有潜能 可是你要给他信任的力量 他的潜能会出来 所以老师的眼神 随时充满了信任 相信学生 老师的眼神就功德无量 这个佛家有一句话叫 面上无称 供养具 一个人脸上没有杀气 都是笑容 笑口常开 这个对人就是一种供养 就是一种不思 我们感受感受 现在人有没有信心 比较没信心 所以我们随时 给人家信任的眼神 有可能 他的命运 就因为你的信任而改变 所以要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了 我们带着气 批评学生 可能就跟他造成隔阂了 鼓励激发潜能 我们鼓励的言语 把他的潜力发挥出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学生 他先天带来的特质 才能都不一样 有些人他不一定会考试 但是他手艺很好 说不定可以 在手工方面有一番成就 说不定最后变成 一个大厨师 这个都很难讲 好 所以这个 李白说的很有道理 天生我才必有用 好 那刚刚提到 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 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我有一个同学 我常常讲这个事例 让父母老师 能感受到 我们一个念头 都能影响孩子 更何况是一句话 跟一个动作 这一位同学挺优秀的 二十多岁 非常懂事 结果 有一段时间 他自己就会冒出一个念头 我妈妈不要我了 他自己都莫名其妙 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因为在英国读书 他给妈妈打电话 说妈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最近怎么都冒 你不要我的念头 他母亲说 傻孩子了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挂完电话 他妈妈静下来 想了 知道原因出在哪 当时候知道怀孕 打算拿掉 一个念头 就是宗旨 尤其 胎教好重要 这个胎儿跟母亲 同频共振 母亲一个念头 她说到了 一句话 她听到了 我们老祖宗就有这个教育智慧 在周朝 有三位女圣人 太江 太任 太士 周朝出了好多圣人 你看太伯仲庸 王继 文王 武王 周公 好几代 包含成王 治理天下 四十年没有人犯罪 谁的功劳 最重要的是母亲 因为他们重视胎教 眼睛不看不好的 耳朵 耳朵 不听不好的 目不是恶色 耳不听迎声 口不出傲言 讲话不讲不好的 这个太教做得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称结婚的女子 叫太太 典故在哪 就是周朝的典故啊 因为这三个女子 都有一个太制啊 所以成就了一代一代的圣人 所以我们称 陈太太你好 吴太太你好 意思就是女圣人你好 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民主啊 能不能出好的后代啊 女子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不是说男子不重要 男子也要配合好 可是呢 这个小生命来的过程呢 跟母亲的关联性比较大 母亲怀胎 十月啊 陈德是真正 见过 跟而且相处过 这些胎教的小孩 我见过一个母亲啊 哇她硕士毕业 而且读的那个科系啊 非常好工作 很热门的科系 那她自己工作也挺好 她生的大儿子啊 两岁 结果听到老法师讲家庭教育 讲胎教 还听到啊 净土中十三祖 映光大师 一直在她的文操当中提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缘 她人生有取舍 她跟她先生商量 我们做什么好事啊 不能激动 不能做好事变成强势 都没有尊重另一半 尊重家里的情况 所以学传统文化 人能宏道啊 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要跟传统文化相应 不是拿着传统文化 拿着地址规 你们都得听我的 我是对的 那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孔子说 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 不是拿着经书就能宏道 是我们的纯心跟行为 跟道相应 跟经典相应 跟中术的心境相应 宽以待人 要体恤别人 不能做好事强势了 这个就不是中术了 这个就不是中术了 这三个孩子 一个十六 一个十三岁吧 一个九岁 那个九岁是个男孩 我观察了一下 他每一天笑 超过两百次 他没有笑的时候 嘴角都是往上的 大家感受一下 那个嘴角往上的人 那个财神爷的金元宝 哪怕掉在旁边 都自己滑到正中间来 这个嘴角角是往下翘的呢 哪怕这个金元宝 掉在中间也滑掉了 为什么说 迎喜神 和气生财 这个有道理的 而这三个孩子 一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看到他们情绪化 人生真的有舍有德 这几个孩子 刚好有一天 七个孩子聚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个 年轻的爸爸妈妈 孩子好像是 一个是六岁 四岁 还有一个一岁 三个小孩 七个小孩聚在一起 结果有一个 刚结婚的男士 他看到这七个小孩 忍不住说了 他们怎么这么安定啊 我姐姐那个小孩 只要他一出现了 就跑来跑去 他说我没有见过这么安定的孩子 这个教育 我们接下来课也会跟大家再交流 礼记 学记 这个是老子中一篇 非常完整的教育哲学 其中提了一个 几个很重要的教学方法 第一个 静于未发之未愈 叫预防法 你等到他脾气大了 你再教就不好教了 要预防 当其可之未实 叫即实法 不灵结而失之 就是循序见境法 不能超之过急 不然会压苗助长 相观而善之未磨 叫观磨法 我们还安排 像我们廖德胜校长 他在学校 而且他接触传统化 他后面当校长 是两个学校 他在两个学校都推广 他记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包含我们李校长 庄校长他们 在一路都在推广 庄校长学校 康乐华小做得很好 更可贵的是 你看他退休了 学校还一直在做 所以我们做一件事 做一个有意义的事 还要考虑 要有接班人 好 那这个当其可之未时 就是及时法 这些孩子从胎教 父母就知道要教了 哇 你看最黄金的时段 其实 越早教效果越好 这就是一个时节音源 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 所以有机会 应该跟教育部长聊一聊 聊什么呢 应该 小学老师的薪水 要比大学老师高 大家认不认同 最重要啊 而且最辛苦啊 又一眼老师 哇 那个都是最黄金的时候啊 影响孩子可能更深远 鸡不可施啊 时不再来 掌握 时节音源啊 那当然 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纵使 父母是双心 但是只要他有教育的理念 他一定会 很用心的 比方工作再忙 回到家 这个爸爸 每天都会陪伴孩子 十分钟 二十分钟 给他讲讲故事 关心关心他发生的事 可能他那个父子有亲啊 就一直保持 他学校什么事 爸爸我跟你说 妈我跟你说 假如孩子进门 爸 我回来了啦 跟爸 来来 爸我跟你说 一不一样 差很多了 假如这个孩子进门 爸 我回来了啦 他心情不好啊 慢慢机 慢慢机 很可能以后是忧郁症的危险群 可是一个孩子 假如对父母那个亲爱 一直保持 那他一定是幸福的人 他还能把这个父子有亲的天性 推展开来 爱兄弟姐妹 爱家人 爱邻里相长 还能凡事人 接续爱 而且啊 爱人者 人恒爱之 他人生会幸福的 人生呢 离不开 感遭 感应 能感是应 所感是结果 所以俗话说 龙交龙 凤交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动 《易经》也说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其实都是相互招感 所以今天你的学生毕业了 二十几岁了 来找你啊 你要告诉他 怎么找对象 怎么找 首先提升自己的 德行学问 不然他拼命找 找到了 结果人家说 我才不要你呢 是吧 你选了一个很好的 但是你跟人家 差距那么大 所以现在啊 面对问题 能从根本去 思考问题啊 都不容易 因为现在公立社会啊 那种氛围啊 人都比较浮躁 之后就会啊 看得很表面 看不深入 人无远虑啊 所以人 不懂得 本末先后 不懂得 看得深 看得远的话 那他说错了 做错了 他要承受 那个不好的结果啊 可能他念小学的时候 这些结果就开始陷了 我记得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啊 我的不好的结果就陷了 因为我们老师生产了 来了一个代课老师啊 对我特别好 太宠爱我了 我的习气毛病就陷钱了 恃宠而骄啊 很多跟我不错的同学啊 都不想跟我交朋友了 我五年级就遇到这样 人际关系的困扰了 幸好啊 爸爸妈妈还传给我一个反省的态度 所以我在五年级啊 我就思考 应该怎样啊 才能赢得别人的欢迎 不能太傲慢了 所以孩子都会面对这些问题的 我们怎么引导他 思考得深 思考得远 好 所以刚刚举这个同学啊 你看他妈妈光起念头 不要他了 对他就产生影响 那个种子就会冒出来了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探讨 这个主题啊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其实就是我们当老师啊 有使命感 我们刚刚讲到真直的一句话 是不可以不红意 我们老师也是读书人啊 就是是 我们也是公务员啊 这个都属于是 红我们心量大 我们包容孩子 他来自不同家庭背景 我们都能包容体恤他们 用我们的爱心啊 陪伴他们 意呢 是毅力 而且是强而能断 强 这个强是天行健 君子已至强不喜 哪怕教学当中 遇到一些挑战 能够啊 越错越有 百折不恼 其实我们回想人生 哪一段时期啊 我们成长得比较多 往往是 我们遇到逆境了 遇到挑战了 来磨练我们 我们提升得多了 所以我们能用对心啊 这个逆境恶元 也是提升我们的真上缘 不是坏事情 这个李秉兰老师 这个是老和尚的老师 他有一句勉励我们的话 叫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这一段话 我加了一个横批 叫放马过来 其实啊 我们在处理事情 我们不要陷在这个事的人 或者是 你陷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人啊 还有这些事情啊 你可能睡觉都睡不着 翻来覆去 哎呀 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对我啊 我们关注的重点啊 在我们的心念上 这样就简单多了 我们不向外 我们一向外 想这个人啊 想那个事啊 容易生烦恼 我们向内 所以传统文化叫内学 往内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反省自己 哇那是处理事情变简单了 为什么 我只管一件事 管好我的心 他有脾气了 我赶快啊 让这个脾气降下来 他有自私了 我让这个自私降下来 我用爱心 我用心平气和 去处理事 事一定往好的方向 发展了 突然体会到 这一点啊 好像身心轻松了 因为不是很费力啊 因为我只管一件事 管好我的心 我们看大学 就教我们 首先管自己的心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大学之道啊 就是大人之学 一个人 要做出啊 人生的贡献 有意义的人生 这都是大人之学 怎么做呢 在明明德 就是 第一个明啊 是动词 第二个明是名词 明德呢 这个明就是智慧 德就是德能福报 第一个明是恢复的意思 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 智慧跟德能福报 跟中庸呼应 中庸 一开头 就说 天命之位信 那个信就是本性 天 让我们感受到什么 自然 自然就有了 命呢 带来了 与生俱来了 所以 鲁家说的 信相敬 我们都有 同样的信本善 但习相远 后天 的这些 习然不一样 那是狗不叫性来 前 后面影响 所以我们首先 人生是 先爱自己 恢复自己的 智慧 德能 比方说 一个人 自私 放下了 念念 为人 想 他的 烦恼 少了 智慧 增长 福报 福田 新根 越来越有福气 就像 我的 老师 他 命中 没有福报 他老人家 学传统化 以前 脸 瘦瘦的 没有福报 而且短命 只有四十五岁的命 结果后来 他学习了 很认真 出来 讲学 十二年 结果四十五岁 那一年 生病了 他也想 那我时间到了 后来 恢复了 所以 你看 命中四十五岁的 寿命 真的到那个时候 还是有生病 但是已经转了 这个恶的果 减轻了 后来 严寿超过一倍 大老人家活到九十六岁 然后很有福报 印了好多书 帮助好多人 因为他放下自私了 一个人把我放下了 他的贪嗔 吃慢 这些情绪 烦恼 就越来越淡了 这个是自爱 明明的 在清明 是爱别人 帮助他人 在子于自善 就是自爱爱人 都达到圆满了 这是子于自善 这个就是 人生的价值 我们读了经书 知道这个是人生的价值 假如没有读经书 就觉得 人生就是玩乐 乐极 会生悲 而且我们看 从外面刺激的乐 都有副作用 真正的乐 是由内而外 出来的 所以我们真正想明白了 我们能指引 孩子真正 幸福快乐的方向 他不会背道而耻 所以古人说 这个 为善罪乐 助人为乐 跟我们 本善当中的 慈悲心相应 还有天伦之乐 孟子说 人生有三乐 第一 父母聚存 兄弟无故 我们现在进入中年了 回到家一推 妈 我们还能喊一声娘 妈 这是我们人生的快乐 你看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想起小时候 拿到一包 榴莲干 没钱吃榴莲 吃榴莲干 你看几个兄弟姐妹分 大家吃得高兴得不得了 你看现在的小人 小孩子 一人一包 他也不高兴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吧 是心的问题 孩子假如都自私了 他不知道那种快乐 兄弟姐妹都互相 礼让 互相爱护 那吃一包东西都 现在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回味起来都很 很 回味无穷啊 天伦之乐 再来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良心的快乐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其实我们去感受 感受我们的生命 我们真的顺着自己良心 会很痛快 当我们觉得该做的事 没有做 心上好像有点闷闷的 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 好像觉得心上有点东西 人都有良知的 当我们觉得 我应该去净典礼 去净完之后 好像心上那个东西 就掉下来了 所以真正的快乐 顺着自己的良心 不然 该见义勇为的事 没有做 夜蓝人静的时候 还是觉得不踏实 第三 得天下英才 而交之 人生的第三乐 我们当老师 就这个感觉了 我们尽力教这个学生 他懂事了 他进步了 我们比他还要高兴 就像我刚刚讲到 那个小朋友 都考九十几分 我脑海里 他那个影像 都浮现出来了 这个都是人生美好的回忆 我们的心里面要多装一些 美好的回忆 我在英国的时候 遇到一位农夫 他种有机的 他七十岁了 结果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 我是跟他提到 人身体会坏掉 因为身体是机器 不能说人死如灯灭 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死的是身体坏了 灵魂还在 这个灵魂很有智慧 他一定会投到好的地方去的 投到天国去的 投到极乐世界去的 他假的糊里糊涂的 他可能会堕到恶到去的 因为科学家有做实验 能记得前世的这些例子 有些小孩 他生下来知道 他前世在哪一个人家 然后回去调查 其中有一个小女孩 他回到他前世的家 因为他去世了 他先生又娶了一个女子 小女孩七八岁 看到那个女人 这个就很吃醋的样子出来了 你看人与生带来了 这个习惯 后来他儿子出来了 那个科学家 故意说 这是你某某亲戚 这个小女孩说 不是 他是我儿子 然后一个小孩的眼神 就充满母亲的光辉 很有意思 然后 进一步 这个科学家就说了 问这个小女孩说 你有没有记得哪件事 是只有你先生跟你知道的 别人都不知道的 这个小女孩说 我先生借我多少钱 还没有还我 他先生不好意思 有了 有这个事情 用科学的方法证明 人真的有前世 那有前世 当然有未来世了 人一知道有未来世 他就会想得远了 他就不会想 我赶快好好去放纵 我的欲望 他不会这么做了 人假如认知说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可能什么都敢干 所以这些教育 生死的教育 还是很重要 结果我给他讲这些例子 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 可能是巧合 我给他讲了两三个 他都说巧合 所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都不容易 不容易 当然这个时候 我不能强求 你硬要去说服别人 那是自己的执着 我讲了两三个故事 看他巧合 我就停了下来 因为他七十岁了 那么大年纪 所以聊聊这个主题 我一停 换他说话 他说 这个人很奇怪 我自己的人生 走了七十年 也经过很多快乐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只要想到过去 都是不愉快的事 他自己也想到这一点了 所以一个人要善待自己 我们想以前的事都要想什么的 想快乐的 想好的 叫念恩忘愿 念别人的付出 念别人的恩德 忘掉那些不愉快 其实我们能指导孩子 常常念恩忘愿 大家去感受感受 他这个态度 他会迎来什么样的人际关系 别人不好 他都不放心上 好他都肯定 都念恩 别人会很感动 我不好你都不记 我好你就给我肯定 人的善根就被他唤醒 哪怕这个人过去生 跟他缘不好 都会被他转过来 所以这种处事的心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大学 教我们自爱爱人 而且自爱摆在前面 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懂得恢复 明明德了 我们才能用我们的智慧 跟德能去利益别人 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去清明 所以明明德 功夫下在哪里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下在我们内心的功夫 你看古人 知所先后 由内而外 叫内圣外望 先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 格物 格除物欲 格除坏习气 烦恼轻 自知 智慧长 人有智慧了 常常能关照自己 我的心念 有没有真诚 叫诚意 有没有真心 我这个心 有没有公正的无私 去做 还是夹杂的 我的目的 我要大公无私 去做事 他的心对了 他身能修 家能起 进一步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了 所以 我们要利益别人 要以修身为本 那我们现在 要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我们也是从修我们自己 开始 我们要教育别人 首先我们要教育好我们自己 我们恢复自己的明明德 好 那 这个做孩子一生贵人 首先 谁来做 父母要做 父母要做 老师要做 甚至包含 你是公司企业的 单位的领导者 也要做 因为可能这个孩子 他在求学阶段 做人做事 得到的教育不足 他刚好跟你的企业团体 有姻缘 你有这个父母老师的心 来对待他 他会感谢你一辈子 这个都是基因德 甚至于 顾炎武先生 有提倡到 天下兴亡 匹夫有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的言行会影响到别人 我要给别人好的影响 那都是在做 一个小孩 十来岁 他上了公车 他看到一个老先生上来了 老爷爷 来 我这个位置给你坐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一台公车上面的气氛 有没有不一样 等一下有一个老人来了 会不会有人让座 会哦 这个孩子 他做出 尊重老人的行为 他在影响这个社会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这份责任来做 何时在做 所以这个坐制很有味道 呼 谁来坐 会在哪个地方做 会什么时候在做 how to do 如何去做 这五个W 还是挺有味道的 还有两个H 叫how to do 还有一个叫how much 你做一件事啊 你做一件事啊 可能要有预算 那何时做啊 对陈德来讲 陈德自己回想 回想 有一次我到学校打篮球 我一进门 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 他在大楼的角落 他在那里捡垃圾 当初我看到啊 现在那个影像 都在我的脑海里啊 我从那一刻开始啊 我没有再丢过垃圾了 被校长感动了 其实啊 我们当校长当老师 你在影响孩子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 校长背对着我啊 他不知道 像我的母亲 有一次我们回外婆家 那个司机啊 技术不好啊 掉水沟里去了 结果那个排气管呢 有一点小故障 结果到了外婆家 付了车钱啊 我母亲额外 这个四十年前的事 额外又给她五百块钱啊 母亲觉得 她们是做工的啊 不容易啊 我母亲根本不知道 都忘了这件事啊 可是你看那个影像 而且我妈妈一句话都没讲 她也不知道她儿子在看啊 可是我的脑海 心里面浮现了这些自偶 所以给学生给孩子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 随时随地在做啊 好 我们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